来到基隆宇 大家分工合作 一起进滩清垃圾 替4月1号即将开放登岛的基隆宇 找回干净的环境 身为一位青年能够对基隆室 能够出一份力 其实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三艘载着100多位金滩的青年 浩浩荡荡从八斗子游艇码头出发 市任府选在329青年节当天 举办基隆宇进滩及登岛活动 一百多个名额火速秒杀 我们是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水产养殖系的学生 然后我们有马来西亚越南 然后斐济都没有登岛过 但是我们觉得这次可以参与这次活动 非常的兴奋也很非常的开心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学海洋水产系的 然后这些都是对海洋做出一个贡献 兴奋的 怎么说 就也是第一次上去 听说也是才刚要开放 所以可以去日满 其实是我们学校很多老师的教学的场景 在环境的教学 或者是在海洋生物的富裕 所以我们也很多老师 常常会带学生在基隆宇的周遭上课 所以对学校来讲 算是我们上课的场域 短短几个小时就清出了1495只宝特瓶 垃圾总量20.7公斤 也让青年朋友理解守护环境的重要性 出发前大伙在巴豆子游停马头区集合 副市长邱佩玲特别勉励青年朋友 勇于展现热忱 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这么多年轻朋友一可参议 淨滩跟dandy的活动 那我今天觉得最重要的是环境的永续 藉由这么多国家来表示 地球是没有国界的 海洋是没有国界的 我们都地球身上的一员 当然应该为这个地球环境永续 尽一份力量 海洋永续我想不分国籍 也不分宗教不分性别 都需要大家一起来拥护 一起来爱护这个海洋 那所以今天在329这么特别的日子 然后邀请了这个国际学生 然后还有海大 还有我们青年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一起来参与这个淨滩登顶的活动 然后希望可以让大家更重视海洋永续的问题 学生登上金融与淨滩 当然不忘替自己留下最难忘的记忆 海大水产养殖研究所 外籍毕业生 穿上硕士服 勇敢登顶挑战成功 第一次来基隆语来淨滩 那今天大家都剪了很多的宝特皮 那我们在岛上做了分类 等一下会带回分岛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垃圾呢 可能是来自海上漂流的 那也有可能是平常来这边的观光客造成 那所以这边的话 希望大家如果之后来这边基隆语 那希望大家能够爱护环境 那带自己的水杯 那让环境可以永续 金融与4月1号开放登岛 圣赫府邀请了青年学子 一同登岛进滩 让大家用身体力行 共同守护海洋 用登金融与站站站站 记者黄少民 记住用报道